国民党今天中常会上是公布了不分区的立委提名名单 而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拜托之下 前高雄赏韩国瑜列入了不分区第一 接下来将会全面要替国民党的小鸡来进行这辅选的行程 但现在外界也分析到了 朱立伦选在这昨天蓝白和卡关的节骨眼上 抢先的公布韩国瑜列入不分区消息 似乎有意想要借此来凝聚这深蓝的韩粉 压制民众党的气势 全场一起提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喊加油 果然韩总一出场现场气氛马上到达最高点 吃完以后我觉得这个菜跟我距离很近 我吃到嘴巴以后我觉得非常的好吃 有种融入的感觉 我就知道这个餐厅的东西好吃 一个议员一个立法委员距离我们很近 我们时常感觉到我们的呼吸跟他在一起 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好的民意代表 用餐厅做比喻大谈怎么当个好的民意代表 接下来韩国瑜也要以龙头之姿列入国民党部分区名单 正式重返政坛 民进党如果是开餐厅的 他推出来的食物我们吃完 我们会觉得食物跟我们消费者 完全完全隔着重重的距离 想吃一个安全的蛋都不行 这个政府在干什么 打算民进党鸡蛋争议 接下来韩国瑜也将持续展开浮选 替国民党小鸡冲身事 但朱立伦选在18号蓝白中局之战卡关 双方阵营炒得不可开交后 直接摊牌公布将韩国瑜列入部分区第一名 似乎有意借此号召蓝军归队顺势压制民众党气势 希望蓝军都能够归队嘛 那支持侯宇的票能够更多 那另外就是也韩国瑜可以带兵打仗 替立委争取更多的习次 韩国瑜回归气势如虹 但外界也分析在凝聚韩粉同时 也可能让国民党丧失中间选民 在基层啊韩市长可以带起很多的群众的共鸣 所谓中间选民因为看到过去他被打压 他被扭曲被丑化 国民党没在怕 毕竟眼下巩固深蓝支持者势在必行 韩国瑜的闪亮登场 势必也将在掀起一阵 韩市旋风 正台的焦点话题 我们来看到这蓝白河 现在再演变成蓝白拖了吗 双方对于礼让的范围迟迟都没有共识 在今天上午国民党召开临时的中常会 党主席朱立伦要这个中常委们 在下周三确认蓝白河的相关工作 等于间接的宣告死线的时间 只等到22号 但是当前这蓝白的双方对于统计的误查 各持己见也引发外界质疑 难道柯文哲是没搞清楚状况就签下了 不平等条约吗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早早起床 套上西装出门 因为下午就要在板桥举办事实大会 为求标现完美 柯文哲要提前到现场彩排 什么时候还会再谈 哎呀好问题 我们要先去准备今天的彩排 蓝白河再变蓝白拖 柯文哲似乎不愿多谈 现在为了离让范围多少 是1.5%还是统计误查范围 两档争论不休 距离登记倒数24小时 蓝白到底能不能合 还是即将全面开战 现在有点卡关 我们幕僚跟幕僚之间还是保持沟通 那我们随时ready 也许各位常委们要麻烦礼拜三 我们再来最后确认蓝白河的所有的工作 如果这一些主战派要持续的包覆着柯文哲 我觉得呢 所有蓝白河破局的罪魁祸首 就是黄珊珊 对民道结果 谁振谁负 人事各说各话 翻开当初签字画押的六点共识 上头写的很清楚 柯文哲就是要离让统计误差范围 也引发外界质疑 柯文哲是不是没搞清楚状况 就签了不平等条约 每一份的民意调查都有很明确的统计误差 我想柯市长一定记得非常清楚 我在讲每一个数字的时候都还强调是正部 朱立伦在此强调一切都结识的明明白白 不过日本产经新闻剧长矢板名副透露 有日本政界人士质疑国民党身为洋洋大党 却还要小党礼让 难道何友宜来自弱势团体吗 国民党认为绝对不是要小党礼让 而是双方各退一步 蓝白两党表面上互视善意 却都坚持己见 只想争取最大利益 记者综合报道